周氏暗夜大火 我们先带您看到在云林谷坑的闹区 凌晨发生火警 火势延烧烧毁了七间店 当时浓烟狂窜 整条街上浓烟密布 消防员到场拉水线灌旧 而其中两名消防员还不小心跌倒受伤 这七间店大多都是卖吃的 有牛肉面店 热炒店 而起火时店里都没有人 摊商赶回去看到店里做生意的器材被烧毁 无奈又难过 一整排七家店起火燃烧 浓烟不停从铁门后面卷到外面来 马路上都被浓烟笼罩 消防员缤纷多路不水线灭火 其中还有两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 不小心跌倒受伤 起火地点在云林谷坑的闹区 这里有很多卖吃的店家 燃烧的七家店有卖牛肉面 穿菜热炒还有摊饭是卖菜的 大火扑灭后 摊商赶回去看 店里很多东西都被烧毁 店家损失惨重 只能互相安慰人没事就好 消防初步调查 这一整排七间店中间卖川菜 牛肉面和卖菜的烧得最严重 而确切的起火点在哪 起火原因为何 消防正在调查中 华市新闻熊木兰杨曾颖吴建宏 云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